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行者木然 我现在在黑山共和国的北部 看过前南斯拉夫电影的人 一定对电影片段《桥》 一定是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之前在波黑的维社格勒 拍摄了一期德里纳河上的桥 是著名小说家写了一部德里纳河上的桥 然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当时只是提了一下电影桥的片段 所以很多人产生了误解 说木然这个不是南斯拉夫电影的桥 那今天我就带大家到真正的 南斯拉夫电影桥的拍摄地去看一看 其实之前派的那个文社格勒的那个河 叫德里纳河 德里纳河在波黑的长度是大概350公里 其实它的上游就是这个塔拉河 塔拉河跟这座桥还是有一点点的联系的 因为这个桥是建在它的那条河的上游 那波黑呀黑山呀包括塞尔维亚的北部啊 这一带呢基本上都是山比较多 河比较多 所以呢桥就比较多了 此时木然来到了杜德维卡塔拉大桥 也就是著名的电影桥片段的那个拍摄圆形 圆址上就是这座桥 我太激动了 哇跟电影中简直是一模一样 你看这座桥是612局点在200公里范围内的 唯一的交通要道 如果德国军队从希腊撤退过来这座桥 那他们将占绝对优势 我们部队的处境将变得非常不利 当然那只是德国人的计划 我们呢 我们的计划就是把桥炸掉 那据说这座桥呢 是确实是在当年游击队他们炸毁了这座桥 然后在四年之后呢 又对炸毁的部分进行了修复 他游击队的队长老虎老虎先生 这就是他的雕塑 因为电影的缘故很多中国人来过来到这里 因为他们对这个电影中的场景比较熟悉 大家都想到这里来看看 那今天木然呢 就带大家把这个桥看个够 让大家也对那段蒸熔岁月 热火朝天的岁月 有一个比较直观的 比较深刻的记忆和理解 1个月 三十ert mis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此时木然所占的这个位置 就是这座桥的最中间的位置 就是电影中他们安装炸药包的位置 工程师告诉埋设炸药的意大利人 他说桥的最中间有一个支点 那里是桥的心脏 从那个位置才可以直接把桥炸毁 游击队员他是个意大利人 他掉下去然后在那埋设炸药 游击队和德国鬼子已经开火了 那个场面是既精心又动魄又刺激 那可能对于一些现代的年轻人 他们没有看过这个桥的电影 因为那个桥的电影是南斯拉夫时期的电影 就是不一定年轻人可能不了解 但是有一首歌大家一定很了解 就是那首《朋友再见》 《朋友再见》那首歌是桥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那他主要是改编于意大利的名歌叫贝拉乔 翻译过来是亲爱的姑娘再见的意思 为什么会在电影中使用意大利的名歌呢 那慕然仔细看了一下电影 然后结合前面和后面他们的对话呢 其实这是导演很巧妙的一个构思 因为那个爆炮员呢他是意大利人 他是后面反叛了然后加入了游戏队的 当一个爆炮员出来带着他的徒弟一出场的时候 那首《朋友再见》就想起了 在电影的最后呢 那个设计这座桥的那个工程师 他亲自去炸毁了这个桥 工程师你还等什么 快开一下 快开一下 可想而知 他的心理压力有多大 一面是他自己设计完成的一个桥 就像他的孩子一样 对于工程师而言 那是他的作品 那是可以流方百事的东西 这方面呢又是五千桥生命 为解救五千桥生命 赢得战争的胜利 他不得不去这样去做 所以这个电影呢最后最后的结局是非常悲壮的 也是非常辉煌的 即使放在现在 这座桥的设计 这座桥的设计 或者这个长度 包括它的高度 真的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工程 中国人来的比较多 他这边厕所上还打了个中文 但是打错了 写成了浴室 搞错了 写成浴室了 以前拍电影留下来的军车 我可能在讲述的过程中 添加了一些个人的悲壮的英雄主义 或英雄主义色彩 因为我看到这里确实是太激动了 尽管我不是那个年代的人 但是站在这里 我依然能感受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所以呢 感觉很带劲 好的 大家记得评论转发关注 好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